我带了一个很傻屌的激光笔 能打出这种光效 让它与繁星比美 哈喽大家好 我是豆豆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现在人在旅途 在新都桥 其实我昨天就已经到了 但是这一天的时间 我的高反还比较的厉害 所以我现在才缓过进来录视频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将跟大家分享 我长期出门在外会带的 而且好用的一些东西 由于酒店的条件有限 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视频背景 特别像认罪视频的背景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这个4G路由器 每次我外出带着的时候 都能感受到它的强大 插上一张4G SIM卡之后 它就能共享出2.4G 或者是5G的无线信号 给所有的移动设备来使用 并且它还可以做一个充电宝来用 把它用一根网线和宾馆的路由器箱连接之后 它就会变成有线AP模式 显示 也是以太网 这样你就不需要自己多个移动设备都去连接宾馆的WiFi 就会省事不少 但同时也需要带一根这样的网线 总之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一个方便携带 并且使用的多功能网络设备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并不是每一个宾馆都会把路由器放进房间里 像我上一次去贵阳就遇到了一个情况 那个房间里的无线信号极差 但是它有一个有线网口 但那一天我带的时间特别的短 就那一次我带的时间特别的短 所以我既没有带扩展物 也没有带4G路由器 导致我整个晚上都在上传视频 但整个晚上都没有上传成功 后来我就学聪明了 我一定要带上一个这种小的交换机 这是一个5口的 这样就能提供给笔记本一个损耗最小的有线网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网速 这里只是新都桥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酒店 整个网速都很理想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上传速度真的好快啊 说到充电物 首先就是这个Doorcase的 其实是我装上之后就懒得拆下来了 这一个C口通常都是我给MVP使用的 剩下两个A口就可以给其他的移动设备用 但是它对我来讲接口是肯定不够的 那这个时候我还会带上GGD的双C双A口的一个充电物 这两个C口就可以给我的Switch 还有充电宝来充电 然后A口就可以给其他的移动设备进行充电 我觉得这样的话肯定是够了的吧 充电宝我都会带两个一大一小 这个大的2万毫安的 特殊在它有一个C口 可以给MVP和Switch进行供电 还有一个小的1万毫安的 我放在车上了 总之呢就是随时随地保证给自己所有移动设备进行续航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是我很早之前在网上买的 这是一个反偷拍反监贴的探测仪 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对发出电磁波信号的设备呢 会做出反应 在使用之前最好是先把手机路由器 这些设备的信号给关掉 否则大家看 它就会检测出来 然后发出强烈的这种警示 给结果带来干扰 为什么会买这个探测仪呢 其实在买它之前 我看了很多新闻说 一些酒店它是装有一些隐秘的摄像头偷拍的 就想着说买一个背着用吧 你看连包装我都还留着的 因为我的想法是 如果我真的用它测出来什么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肯定会专门做一期视频的 但很可惜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 翻译机 我现在有随身携带它的习惯了 其实四川 四川藏区的那些藏民呢 它普遍都能听懂你说普通话 可能四川话说的比我还要地道 但是我内心仍然期待着有一次装逼的谈话 所以呢 这个蓝牙音响我也准备好了 现在来给大家示范看看 这头牦牛我就带走了 这样整条街上的人应该都能听到了吧 当然我的switch游戏战也带了 因为我增加了手柄 所以呢就可以和朋友们一起玩四到六人的派对游戏了 一般宾馆都会有电视 接上之后就可以和朋友开心的玩耍了 关于牙齿的清洁护理 因为固牙人士这一点必须要很注意 所以带的东西会多一些 齿间刷固牙人士的必备品之一 因为我现在牙齿移动的速度非常快 缝隙很多 所以这个必须要用 便携电动牙刷 家里的实在太不便携了 这个呢是底部直接充电使用的 充一次可以用很久 是没有插座那种的 我就觉得很方便携带 还有几种模式 便携的水压线 其实我之前是有一个的 但是坏掉了 这个我就跟牙刷一起打包入了 这些是我这一次去日本买的一些小东西 其实我以前就在用了 这个我称它为万能感冒药 之前我用的是那种粉末版的 这次看到有颗粒状的 迅速就入了 效果超好的 这个是一个液体创可贴 就是当你有小伤口的时候 涂抹上它会形成一层膜 然后可以与水隔离 看你就能正常的洗澡干什么的了 眼镜纸真的很好用 会把眼睛擦得很干净 我通常的使用方式 先把眼镜给洗干净 再用这个 眼镜会真的很干净哦 眼镜 就是经常外出的话 有可能会睡不好 这个帮助睡眠 以前我就一直在用 这次买的一个洗脸的这种 叫啥 旧素粉 反正就是 因为是便携式的 所以觉得很方便携带 挺好用的 收纳袋 我有各种规格大小 并且都是防水的 用它来装一些小物件 或者是贴身衣物 是真的很方便 洗浴球 肥皂纸 我用来装卡子 发绳的盒子 分装护肤品的 装满的话 我自己是能够用一周 所以会觉得很方便携带 不用带一巴拉一巴拉的东西 那么以下呢 就是我这一次分享给大家 我长期出门在外会带的 好用的一些东西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挺多挺杂乱的 所以我都会放进一个大的收纳袋里面 然后再放进28寸的行李箱里 一个行李箱就拖走全部家当了 OK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将会长期在这种条件艰苦的环境下进行拍摄 那么我们下期见